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价格偏高 甚至于还有一些充电 或者是里程的一些疑虑 所以真的也劝对了不少的消费者 如果你真的想要体验一台电动车 可是你又不希望有这些 所谓的电车的疑虑的话 市场上面有没有哪一些选项 是可以一次满足的 当然是有 因为现在新能源车的选项真的好多 不过我们前几年一直在讨论 这个风风火火的纯电动车 发现近期竟然在全球 有退烧的这种现象 爱大你是怎么观察到的呢 其实这前几年节目里面 我们就在讲说 这个电动车持续的成长 它在销售的部分 是表现得非常亮眼 但是确实是受到 非常多消费者的关注 可是你如果认真去观察 它的成长效率 其实你看它的成长幅度 是在默默的衰退的 当时第一年成长30% 第二年成长20% 第三年成长10% 其实成长的幅度越来越小 那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最主要还是消费者对于 整个充电车在购买 跟使用上面的时候 几个大的疑虑的问题 第一个充电的问题 是不是有多少的充电时间 或是充电的定点数量足不足够 或者是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品质问题 你可以看到 技术成熟的稳定度 电池的耐用性 甚至是里程焦虑 也就是说我们充的电 可以跑多少公里 其实最近我才接到一个 我邻居也是消费者的投诉 他说我买这个车的时候 看这个官网上面广告上写一台车 这个续航里程有500多 可是呢请 我现在很想要请这个业务员 充电给我看 告诉我这一台车 怎么样能够充电充到满 怎么个充法 里程数可以有500多 因为他怎么充只有300多而已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 这个事情 那确实啊 这些调查数字呢 可以显示出来 很多消费者对于电动车疑虑 以我们来看到 整个全球市场上面电动车 或者是插电式的电动车 跟一般的这个传统车 或者是油电混合车的一个成长幅度 你就会知道 这个是有差距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说 电动车的成长 还是在成长没有错 问题是他的成长幅度 是一路下滑对不对 我们举个例子 以去年来看 你中国市场 日本市场 美国市场等 14个主要的汽车消费市场 一个销售状况来看 你会发觉 他的油电混合车的成长幅度 高达30个百分点 很厉害对不对 反而油电车 电动车跟插电车的这个成长幅度 是28个百分点 其实也就是表示什么 油电混合车的成长幅度 已经高过于电动车 或者是插电车了 那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首先大家对于这个品质稳定度的问题 混合动力车也是油电车 这个在这个现在市场上面销售 以Toyota最早嘛 对不对 这其实已经来到25年的一个发展历史 所以它已经步入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那接下来现在所有的很多品牌 都在推油电混合车 利用更好的技术在原北已经很稳定的架构上面去做发挥 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 比较没有那么多担心的问题 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以Consumer Report来说 它做了一个统计报告 它说过去三年来 这个EV车也是电动车 它比传统燃油车发生问题的比例高达 多了79个百分点 也是多八成 那你说Consumer Report的资料来源是什么呢 它的资料来源是33万个电动车车主 所回馈出来的问题 多数都是充电马达电池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你说既然有统计电动车的问题 比传统燃油车的问题还要来得多 你刚刚又说油电车卖得比电动车 那油电车到底有什么优势 油电车不是又有马达又有引擎 那为什么它的这个故障率 妥善率是好的 反而受到消费者清淡 没错 确实在Consumer Report 它统计报告里面调查 油电车比起传统燃油车 还少了26个百分点的问题发生 事实证明油电车的稳定度 其实比传统燃油车 甚至当然是比起电动车跟插电车 还要来得更稳定 那其实这里面有几个盲区 因为我们讲运油车 有纯电车 有油电车 有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 等等都是对不对 对 但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是 要插电对不对 对 要充电 要充电对不对 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 也就是PHEV的车子 比起传统燃油车 高出问题有146% 所以是相当的惊人 所以在这个各家发展状况之下 实际使用状况 把数字统计出来 跟实际使用状况 或者说我问一下罗哥你那台插电车开起来怎么样 罗哥又问这个 David说你那台电动车开起来怎么样 David又跟问坤神说 你那台Hybrid开起来怎么样 就发觉大家知道开了之后发觉 确实是混合动力车 可能这个油电车 可能比起这个纯电比起PF车问题来得少得多 甚至比你的传统燃油车问题还要来得少 而且油耗表现来得漂亮更加的节能减碳 这是造成这个混合动力车也是油电车 这个特别在这几年成长迅速非常重要一个原因 是啊 因为如果你摊开你买一台车之后 你拥有可能十年或五年好了 你的所有养车成本当中 其实最贵不是进保养厂去保养 而是花费在这个油资的部分是最高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会这么的行 不管是油电或者是插电式的这个混合动力 甚至于是纯电动车 不过如果你真的想要体验电动车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家又不能装充电桩 我也有一些里程的焦虑的话怎么办呢 市场上面有没有这样的选项呢 大威哥来带我们来看一下 Nissan的X-Shell的E-Power 它正好是在现在市场上面 中型SUV的主流 重点是它跟一般我们认知的油电车 或者是所谓的电油车不太一样 它是一台不用充电的电动车是吧 那我们来到现场这台 它首先我们看 它外形是一身的叫做富士白 然后这富士白 然后原厂也有这种黑色的悬浮车顶 然后当然我个人是觉得 你配上黑色悬浮车顶 那又更帅气了又更年轻 然后至于它车头部分 你看它车头跟我们国内 另外的国产的 轻油电的 对 它最大的识别点 它是用的VMotion 但是它是用雾色的 雾黑色的 这黑色的这样让这个车子 看起来是非常沉稳 懂了 就是如果说是轻油电国产版的话 它的镀座面积是会比较大 对 但是在进口的话 就整个黑色的会比较多 对 这黑化我们目前说 黑化就带来动感 然后另外配合它分离时的头灯设计 上面是这个LED的日行灯 间方向灯 下方是AI矩阵型的头灯 这个它会针对对象来车 来调整它的光型 我觉得这当然是非常Smart 然后你再往下看 它这当然 它该有的气霸多层次感 让它整个车头看起来 非常有那种丰富的那种视觉感 是 没错 因为全新大海款之后 它的外观上面 真的深获消费者的喜爱 对不对 除了车头的这个扮相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车厕 是 在车厕从头部分 它车头也用上了棒式的引擎盖 然后你又发现 它的LED日行灯 也拉到后方了 让你在侧边也很好辨识 它是打 我们在打方向灯 对 就旁边有一台车 对 提高你的警觉性 对 我觉得这是安全性 再你看它的这个轮圈 它用的是19寸的 235 55 R19 轻油垫用的是18寸 但我觉得它全用的更大 但也更帅气 而且它是SUV双用台 我现在看到 你才知道 是 还不错 很棒 所以它都有考虑到很多的细节 就是这台车 因为它也具备了4x4 它有的E-Force 所以它当然要有 所以它一定要有 它专用的一个配胎设定 了解 那往后看 它在这里看 它车长是4860mm 然后是2705mm轴距 超过两米级 对 它车高是1725 这整个身形看起来 不让它这个看起来 它虽然尺码跟前一代 没有太大差距 但身形看起来 看起来壮硕许多 是 然后但是它看起来 虽然壮硕 但是很有动感 为什么 因为它下方的 你看4x4 它用黑银双色 而且前方还有E-Power的4x4 让你从侧边也知道 这台车子是E-Power 对 那我个人为什么会说 我一开以后就会说 我喜欢黑色的车顶 我会加2万个 还喜欢黑色车顶 我也是 对 还有晨曦晶 富士白还有元丽慧 这三种车色可以配 它配起来的话 黑色车顶 配上它这个银色 镀铬石框 我觉得很有质感 又很帅气 而且这样看起来 从侧面看 你会觉得你的车子 看起来很有跑格 对 没错 当然今天来到现场 你也可以看到 因为E-Power它有全景天窗 因此它白色车顶 你会发现 全景天窗 特别明显 没错 对 很棒 这样全家人坐在里面 通透性就很好 是 那我们打开它的车门 多层次的棕色 黑色 带白色缝线 加上黑色法斯纹的饰板 还有气氛灯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有些车子 开气氛灯好像没有感觉 这部车子就很有感 然后你再看到它车内 平靶式的方向盘 然后座椅 这部车子 两座都是八项垫条 而且还有加热功能 另外我最欣赏是 它座椅还做了 凌格纹的装 这也是让它觉得 提升质感的一个设计的方式 人家通常都是说 我要选配高规的配件 或什么的 或甚至更高规车型 它是一次都给你 这150万的所有的价位 就给你而照 那一般喜欢你上的车子的朋友 应该都就是很喜欢它的座椅 坐起来的舒适性 NASA零舒压的座椅 超强的 悬浮式控台 电子排档杆 因为它电子的排档杆 所以让它简化了这种机械结构 让它囤出更多空间 让你来放东西 对 重点是 因为E-Power 其实它是没有变速箱 对 对不对 它少了这样子 以后你日后 你要保养的时候 也少了一个东西 要你保养 对 来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看看后面 因为在这全家人 以这样的中型SUV来说的话 我觉得各家 其实表现都差不多 但它有一个蛮强的地方 对不对 大外公 是 它的开启门是90度 而且我要特别强调 我开门我刚刚是用双手 其实我单手轻轻拨就打开了 因为它四扇车门 加前方的两片叶子板 引擎盖 全部都是用铝合金 都用铝合金 我现在深深有感 因为用铝合金 车门开启就很轻松 如果你小孩子开门 也不会用太大力 但是它的车身刚性 用了更提升的 对 提升 对 八成的这种高刚性质材料 因为整体的车身刚性更好 在实用性部分 我们看它车门开启90度 对老人家上下 或者是我要放耳环安全罪 照顾小孩 你看我的空间余裕度是不是很大 对 然后再来看 不过因为大伟哥你也瘦了 所以比较方便 放小朋友 各位 我现在把椅子拉到前面来 我还可以再往上引到它的前座椅 你看 这个太厉害了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面 最后面另外那张椅子 对 跟现在大伟哥推往前的椅子 它中间的段差有多少 超过20公分以上了 这个目前我看得好像 中行车门好像它是第一个人吧 对 完全可以顶到前面 而且像我刚才说的 你又有毛小孩什么的 放在后面 很好照顾 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后面 好 其实这台车 我当初在试的时候 开在路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可能觉得说 它是全新的车款 或者是觉得它真的很美 然后就旁边有亭红绿灯 就有人在拍照 我想说 它是一台中行SUV 一般大家都会拍那个超跑 可是为什么他们在拍这台车 我觉得也蛮特别的 连我自己我都会注意说 Extro开在路上 它的那种调性 对 吸星度 它的尾灯 是它很特别的地方 它3D的一个 这种弓形的尾灯 让你首先就辨识出来 它跟它的头灯 有一个什么互联性的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台车 它已经融合了 现在很多的流行的元素 像你看 把车名放在车尾的中间 然后厂会有新的 新的logo 对 新的logo 我觉得很好看 而且它还把两个 这部车 最重要的两个元素 放在这车尾 E Power E Force 你看 这就是它这部车 最大的黑科技 对 那当然在实用性部分 当然它有主题式尾门 但我刚刚 我做在一个方便性来展示 你看 它有五七五公升的一个容量 而且 它是分层式 分层 而且是两段 对不对 对 它可以让你 可以做多种角度来调整 对 很棒 当然它椅背可以调整 最大可以来到 一三九六公升 所以整个来说 它这部车 是非常实用的一部 新能源中性家庭SUV 没错 我们里里外外看到了这个 全新大改款这种 Nissan Extra的E Power 很多人说 没错 它的确质感提升了非常多 真的有豪华车的这种feel 甚至于呢 它还有新的黑科技 就是E Power 但实际开起来真的像电动车吗 爱大带我们去试驾 爱大我们常常 被一些消费者问到说 像这个百万级去的这种中型SUV 其实是非常非常竞争激烈的 对 可是我们今天帮大家试驾的这个 Nissan的Axtra 而且是E Power 进口的身份啊 没错 这台车你觉得它的优势在哪里啊 其实我觉得Nissan的E Power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产品喔 因为基本上呢 它跟我们熟悉的这个 Nissan车没有太多的这个区别 所以对于品质啦 妥善率啊 稳定度 以及维修保障上面啊 我们都会有相对程度的信心喔 但是以大改款的Nissan Extra来说 我觉得它的进步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 非常令人有感喔 首先其实我们坐在车子里面 现在在行驶 这台车是异常的安静 没错 我觉得其实宁静度这件事情 在Nissan算是很当家 是 没错 那因为呢 这种车型呢 多半是家庭成员来去使用啊 所以其实这乘坐的一个舒适度啊 安静度都非常的重要 当然舒适度这件事情 就大家也不用担心啊 因为Nissan本来这一个非常著名的 这个体感输压的这个座椅啊 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啊 是 你刚刚讲到说静速性啊 就是其实因为它的前面的玻璃啊 都是用双层的玻璃 没错 因为我们两个在讲话的时候 我可以很清楚的听到 艾达你在讲什么 我也不用很大声 是 就好像你的这个音响呢 是800瓦的这种感觉啊 但是开一般的这种修理车的话 大概只有150瓦的概念就是 正常开听不到的声音 要开很大声才有声音那种观念 那现在我们现在在路上行驶 时速大概也就是50左右啊 其实对于外界的声音呢 其实大概听不太到 尤其是我们两个在对话 尤其你的声音啊 真的非常的好听 相当的清楚啊 这就是一台车子 有好的静速性 有好的隔音设备 所以可以带来的一些优势啊 对 那它也加了一些科技 例如像ANC的主动降噪的这个科技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诶 它的静速性很好 那其实我现在在开这一台车啊 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一台电动车 哦 可是我们知道说 它好像是有陪伞 要加油 对 要加油 但是它行驶起来 真的有电动车的感觉 没错 其实呢 它同时搭载了一具引擎 也搭载了两具马达 分别在前轴后轴 只不过这具引擎呢 完全是用来发电的使用 而且是说 你可以不用去外面充电了 你自带一颗发电机啊 是 而且这颗引擎呢 是我们踩踏油门的时候 那个转速表 这样轰轰 轰 这样子吗 没有 没有 其实引擎的这个运作啊 是完全依照驾驶者的行为 来去作动 而这具引擎 不管是它一千转 或者一千五转 或者是三千转的运转呢 都是为了发电而来 好 那所以艾达你的意思就是说 它要加油 可是呢 它又等于是自带发电机嘛 等于是一部不用这个 有里程焦虑的电动车 没错 因为你不必担心呢 充电时间要多久 你不必担心你现在的续航里程 是不是能够开得到你的目的地 甚至你不用去找充电座 你也不必担心 你找到的充电座是好的 是坏的 能不能充电 这几点呢 在这台车上都不存在了 了解 那刚刚我们提到 它其实前后轴都客配置了一具马达 没错 也就是说前轴的马达 已经配了204匹的动力 以及33.7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动力了 另外它的后轴啊 也有一颗马达 后轴的马达有136匹的动力 以及19.9公斤的扭力啊 相当的惊人 所以其实它是一部不折不扣的 四轮驱动车对不对 对 而前后轴的这个马达呢 加起来两者的重效的马力 来到了213匹 所以踩踏起来啊 要加速啊 应该也是有蛮不错的一个加速感 有冲进啊 你说它有没有很多的贴备感 没有 那因为那是它拥有了另外一个黑科技啊 其实实际上呢 加速速度算是非常的快 另外像我现在啊 其实是使用E-Pay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呢 它可以利用呢 这个系统来增加续航的里程 采用动能回松的一个充电方式啊 所以基本上 我只要脚稍稍的松开踏板呢 车速就会降低啦 那放开油门呢 就会和缓的减速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的脚不需要移来移去 这不就是电动车 也不需要再另外踩它 对 也不需要另外去踩刹车 这就是利用E-Pay的啊 能够非常有效率的降低 驾驶人的负担的一件事情 懂了 艾达我有看到 在仪表板上面 它就显示这个E-Pay的蓝色的 没错 对 就可以知道你现在在这个动能回收的状态 对 那当然啦 它是自带发电机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管理 所谓的充电这件事情 因为车辆本身呢 就拥有智能的发电系统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电池过充啦 温度过高啦 什么样来降低温度 来维持电池最佳的工作电量啊 或者是充电什么 不要让它低到10% 充电不要充到100%等等 这种来延长电池寿命的这个工作呢 其实通通交给啊 智能发电系统来自己去控制 所以这一颗用来发电引擎啊 如果用加进去的汽油来换算盒行驶里程 它的油耗表现呢还是 每公升17.5 在这一种车型上面啊 已经是非常强悍的表现 因为一般正常的燃油车型呢 只有12 3 4左右的一个油耗表现 没错 没错 相关于其实我们刚刚聊到 车内的宁静度对不对 你说你没有听到引擎的声响 那是因为现在的路面状况啊 跟电量啊其实都相对而言足够 它就是一台纯电车 可是如果当我们行驶烂路的时候 这台车是非常的聪明啊 因为你行驶烂路的时候 是不是地面上回馈出来的 一些噪音就会比较多 就轮胎滚动的噪音都会出现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引擎就会自动的发动 然后让你听到引擎声音 让你反而去降低啊 这个路面噪音带来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在这个时候利用它来去充电 这是一套非常聪明的智慧充电器程 但这只是黑科技之一 另外黑科技之二就是 它前轴后轴都有马达 没错啊 它是四轮传动的车型 所以它的E-Force的电子四驱稳定系统 会整合前后轴的马达 以及煞车系统 来提供最好的一个抓地力 你知道E-Force的反应时间多短吗 它每秒可以作动1万次 也就是E-Force的反应时间是 0.0001秒啊 你看厉不厉害 对啊 反应非常快 我觉得人都很没办法反应到这边 没错 那刚刚我们大脚油门加速的时候 其实车子移动速度很快 但是我们却没有那种所谓 抬头还是贴背的感受 其实也是因为E-Force的一个系统 在它这个每秒1万次的动态调整之下呢 它会降低整个车子加速 以及减速的前后晃动感啊 除了对于过弯的稳定 有非常大的帮助之外呢 乘客呢乘坐起来 相对而言也会变得更加的舒服 是 爱大开完换我开 真的爱大好好开 不是爱大你很好开 是这还真的很好开 有没有 尤其是那个E-Pad给你的感觉 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是 那其实我觉得这部车子最重要的地方呢 是家庭使用的人一定是最多的啦 要注意安全 所以其实安全性也是非常的重要 没错 那么Nissan的X-Shirt一炮呢 其实是获得UR MCAP五颗星的一个这个评价 所以基本上Nissan的本身自己对安全的自信心 就已经是非常的高了 再加上受到UR MCAP的一个这个肯定啦 因为像关于你现在开呢 其实它也完整的提供了Level 2的安全辅助驾驶啦 对 半重辅助驾驶 对 包含前方啊 例如像我们说ProPILOT的那个智行安全科技 是 前方有这个IEB 就是一防碰撞 也有行人的PIEB 还有超视距也就是PMCW 没错 讲到超视距这件事情呢 就是花卫看到前面的车 再前面的那一台 也就是前前车 而这个部分也是Nissan独家的一个 超视距车辆锥撞警示系统 那么其实独家不止一个 另外还有独家的AI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也是Nissan才仅有的 因为呢 它在AI驾驶智能辅助系统的时候呢 它会针对路旁的大车啊 进行一个自动的回避功能 在你开启这个ICC 智慧全速力定速平方扶驶系统的时候 也开启这个车道维持系统的时候 它就会让你呢 尽量的远离这个大车 而不是一昧的 旁边有大车的话 我稍微往旁边靠一点点 对 而不是一昧的只要让你啊 开在这个车道的正中间 这个很聪明耶 好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车 大概是真的是Nissan才有的 所以光是这两个独家啊 就非常非常厉害 是 那我觉得其实要开启 搬这种扶驶驾驶很简单 像你像它有一个这个安全防护 就是等于一个像防护网一样 你一开启之后 它就全面就打开了 对 等于说你的安全就一把招 甚至于盲点侦测它也有 还有后方 我们说后方的地方 比如说我在后面要倒车的时候 有车流的警示 甚至于也有后方的RRAEB 它都有 是 所以它在安全防护这一块呢 也是相当的完整的 甚至可以说比别人还更多的一些项目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地方 那其实呢在旅途过程之中啦 还是需要很多舒适型的配备来 例如说它有ANC的主动降噪系统啊 例如说它有前面的双层隔音玻璃啦 轮胎噪音比较大的时候 它趁机发动引擎来发电 都是相当聪明的 而在旅途过程之中呢 你也可以透过9颗喇叭的BOSE音响 好好来享受自己喜欢的音乐啦 对于驾驶人而言啊 LED的矩阵式头灯啊 高刚性的车体 在操控转向的时候呢 都可以感受到这些高科技的帮助啊 是 好 当然其实Nissan的AXO E-POWER 还有更多值得大家了解的地方 对 那我们是不是回旁边去学院 好 走 我们刚才其实在外景跟爱大聊了蛮多 有关于那个AXO E-POWER 它实际上路开起来的感受嘛 对不对 但是面对这个中型的SUV 在市场上面竞争这么激烈 那么E-POWER 尤其是AXO呢 它在市场上面 有没有哪一些优势呢 昆仁哥 我觉得E-POWER 除了它不用充电的一个电动车之外 是它的强烈感 我觉得它的内装更是精彩 其实我开了这部车之后 我觉得内装带给我 真的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而且我觉得它的豪华氛围非常强烈 比如说12.3寸的数位仪表板 12.3寸的领音主机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在这些数位科技里面 我觉得它数位仪表板 它在导航的时候 还是会3D的立体 所以我觉得它不只是 仅仅有数位的仪表板 但是它在内容上 它在细节上呈现得更好 那还有你说那个10.8寸的 那个抬头显示器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棒 它除了因为它利用双曲面去 然后配合前档的幅度 对不对 它那个面积 透明面积很大 而且不会变形 而且投影的资料非常丰富 当你有导航的时候 它就有导航显示 而且是turn by ten 它一个一个步骤 一个箭头 一个箭头教你 我觉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再来 整个车舱 我觉得它真皮座椅 而且它真皮 你看那个 渐变式的那个林格文 无重力的抒压座椅 向来就是礼上的强效 而且你长途开起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再加上你看 它不仅在隔音社会 做得非常好 比如说你看 前面两扇门跟前档 它用了双层的隔音玻璃 所以你看车上非常安静 再加上你看它是 这种类似电动车 这样的一个行路品质 所以整个车舱营造起来 真的又舒适又豪华 又宁静 然后你那个座椅坐起来 有高级车的感觉 对又很舒服 你看八项的电动调整 而且有两组机 真的坐起来 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感 尤其你长途驾驶起来 真的非常有感 再像你看 整个LED的环仓灯尾灯光 那个真的夜晚开起来 真的你会觉得 真的就是高级豪华房车 那个真的真的很棒 那再来 它除了我们说它在静态上 有营造非常宁静的一个车舱 在动态上你看到 我们刚才讲它是电动 而且它这个电动车 当引擎来帮电池发电的时候 它还会挑什么 挑你行行骑驱路面的时候 比较有噪音的时候 或是轮胎噪音滚动刀 它是有引擎来帮 来帮电池充电 所以它在细节上 好智慧 对都考虑到 所以整个在动态的一个行路性上 我觉得它的宁静度 也保持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棒 这个只要你在长途驾驶起来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Astrader E-Power 我觉得真的很舒服 尤其长途驾驶起来 那再来 我觉得它在智慧驾驶辅助系统方面 它的自行科技 它还有几个 它的独到的 非常独到 就是比如说是PFCW 我们说超前超视距的一个 一个防撞系统 防追撞系统 就是它在 它不仅前面的雷达 可以针对前面的车辆 还可以针对前前车辆 去做反应 所以我觉得它还可以提早的非常早 再来后方也是 它后方也是 它有一个后方的防追撞系统 所以我觉得它在智慧驾驶辅助系统 它也非常有一些细节跟人家不一样 而且是很强的 所以我觉得整个做起来 不管是在静态或动态上 我觉得E-Power 只要你开上它 而且长途行驶 你就会知道相当的厉害 我们一直在讲说 尼桑有不少的黑科技 一般之前大家都说技术的日产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其来有字 又加上我们刚刚一直讲到 E-Power这件事情 我们在台湾的市场敲完了非常久 那现在它终于来了 E-Power有别于市场上面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 有电车或者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 甚至于是纯电车 它到底它的黑科技是在哪里 大维哥带我们看看 刚刚关于就是说 日产以前我们就 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 技术的日产 对 对不对 销售的丰田 所以这技术日产代表说 日产在它的技术上 它一定有它不断推陈出新 而且让人家会留下 深刻印象的地方 而这次我们在现场来到的 像HL或者是像Kix E-Power 这个E-Power就是它黑科技了 我要跟大家讲 你看在我这手板上面 它代表就目前新能源车的 有三种动力特色 一个就是我这里左手边的纯电 右手边的Hybrid油电 这是大家最常见到的 然后纯电 就是纯电动车 它这个就很简单 它就是有这个电池 马达 然后驱动车辆 发电机 这样子的一个电池 逆变器 马达 驱动车 这是最单纯的 然后一般油电的就是在引擎 然后还有加一个马达 它也有马达 但是这两者之间最大差别 就是我们一般旗舰的油电车 它的引擎还是代表它的主动力 它的马达是作为辅助的 也就是说起步 或者在一些需要一些微动力的时候 需要安静的时候 它可以提供一些微电动来给你 但是它微电动有限速 然后而且跑的里程比较短 因此才有所谓的 Plug-in Hybrid充电式 让你的电池再放大一点 然后可以用充电 让你的电动车可以跑远一点 有着续航的距离 但是还是有一个引擎 还是有引擎 但是在我们E-Power这部车子上面 你看到它的设计 它就是引擎在这里 它完全就是用辅助 引擎我不带 我不直接驱动 它跟本田的E-Half 它不一样 引擎在不必要的时候 它会直接驱动 对 但是在这一块 我告诉你 它就是一个 类似我们像过去的i3 BMW i3 真程电动车一样 它在这里就是引擎完全驱动 然后发电机 供电给电池 电池透过逆电器 然后马达来给轮胎 来驱动车辆 所以它整个设计来讲 你发现 它这里马达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 马达你看 它你看E-Force 它前后就双马达 204P 136P 然后它的引擎用的也是VC 1.5 VC Turbo的引擎 也可以提供一个强效的动力 最重要的是 我刚刚讲 一般你假如说 要做运动软件 Hybrid等等 它可能电池要加大了 电池加大 就会把车子重量加大 一般电动车 最大的就是它电池特别大 然后你必须要电池 天天都挂着一个大电池 但是你在E-Power上 它电池不必大 它电池两度上下 然后就可以让你做 这个透过引擎 随时适当的情形 来做供电 让你的车子 随时保有最好的电量 20%到80%的电量 来供给这个电马达 来提供发电 这个这样子的设定也会说 我们说这部车子 为什么不需要加油 不需要充电 就是它靠加油 你就可以让你 跑到哪里都没问题 但是你开起来 却能享受到电动车的那种 安静顺畅加速快的那种感觉 没错 其实如果观众朋友 你要是有开过电动车 然后你再去开这个 Nissan的X-Rail E-Power你就觉得 这台车 它真的就是开起来 是电动车的感觉 但我们在市场上面 能够找到这样的产品 目前应该就是只有 Nissan当家的E-Power 除了X-Rail可以选择之外 我们说还有Nissan的Kicks 它也是在这个CUV里面 可以说是销售的常胜军 罗哥带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Nissan的Kicks 当初其实进到台湾的时候 其实应该说国产的 这个油车的Kicks 就卖得很好了 现在再加上了 进口的这个Kicks E-Power 我觉得可以说是神助攻 对 没有错 而且你看 它的造型上面 进口的 还是有那么一点 感觉不一样 尤其这个新年式的E-Power 这个Kicks 你会注意到 它的整个的标变成平标 有没有 对 所以这个一看就更有 这个电动化科技化的这种感觉 而且更有质感 对 质感不错 而且它也给你的 矩阵式LED头灯 这是在过去这个国产版本的 这个Kicks 没有这些东西的 所以在这个质感上面 还有它的这个科技上面 真的是给了比较多的东西 然后它当然整个造型上面 它还是这个整个V-Shape 这样子的设计 所以仍然严格了 这个就是你上家 当家的V-Motion 对 V-Motion 对 DNA 所以在造型上面 然后你注意看 它这台车的车长 它只有4米3 然后你会觉得说 这个在大家小巷 穿梭停车都很方便 很方便 没错 你注意看 它的整个比例来讲 车头占比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 这代表什么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它车内的空间 是会相当不错的 那你看这个E-Power 这个标志在旁边 所以其实你在路上碰到 你也很明显的就可以认出 这台是E-Power的 然后你看到它头灯 为什么它的有LED 矩阵头灯那么帅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回来看 它的车内的空间 那它这个 因为它是E-Power 所以它在整个的显示幕 仪表台里面 它也会有一个专属的 一个仪金仪幕 在告诉你 E-Power的作动等等 它中间也有一个 8寸的这个多媒体显示 而且它的方向盘 底下是切平的 也是平靶的 它是底下平靶的 那上面当然有很多很多控制 然后它的这个排档机制 跟它一样 对 而且你看这个镜面烤漆的 然后它也是一种 这种现传的 当然因为你整个动力系统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它跟传统的 传统的KIX的油车板 是当然完全不一样 没错没错 所以它其实在内装里面 你就可以看出很大的不同 然后它的座椅 也是用很好的皮质 然后我们刚刚就看 它的轴距2615mm 在这个这么小的车子里面 轴距你看 它的前后弦是很小的 就是它尽可能把这个 车轮往前后推 所以你看它的后座 后座的空间 你看这边是吃下去 或者说你看那个西部空间 没错 这个已经可以做掉很多 很多比它大的车子的空间了 所以我觉得你上加 它们在这一部分 空间的配置也是相当厉害 不会说好像只有本田 有Airman思想 不是的 现在其实大家的潮流 都是往这部分在 车内的空间要极大化 对 这个车内空间 基本上都极大化 它在造型上面 它在西柱这边 也是把它做黑化 所以你仍然会有悬浮车顶的感觉 但是它车顶是黑的 好看 帅 所以其实你就一看说 奇怪 这一台Kicks 怎么跟我平常路上看的不一样 可是其实一般的Kicks 就是说如果是国产版本 也就是很活泼 它有各种颜色可以选 配色也是活泼的 然后它也是有这样子 甚至于也有双色的版本 那这部车的 你看它这个车顶架 还是银色的 所以这个在造型上面 我是觉得还蛮不错 那这个车尾灯它也是用这样子的 我觉得也是跟它的整个V shape 也是很像的 不过罗哥 像我们刚才讲到X-Rail 它有非常好的静翼性 车内真的很安静 那在Kicks上面 它是不是也有像X-Rail 这样子的静翼性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整个引擎的动力系统 跟驱动传动系统 是完全没有接触的 所以它就算有什么抖动什么 是完全不会让你车身感受得到 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 它是一个isolation的那种空间 就是像简单来讲 以前我们觉得说 比如说油车 它有引擎 然后它有变速箱 所以当你在很加速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感受引擎的抖动 甚至有那个变速箱 拉转的那个声音 这样拉 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在这台车上 其实它就完全没有 因为它也没有变速箱 对不对 它就是马达驱动 而且也是因为它的引擎 就是专门用来做发电 它等于是你自带一个发电机 但是它只要把这个噪音 就是那个隔音隔得够好 然后它的那个避震装置 做得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听得到一点点 那个真正的引擎声音 就不是模拟出来的 就不是像很多电动车 要给你奇奇怪怪的 很fancy的模拟声浪 我觉得这个很好 它是扎扎实实的引擎声浪 但是你加速的那种感觉 又是电动车 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系统就是 你得到了电动车 你想要的 对 这种加速感那种感觉 然后你不要你不想要的 譬如说还要去找充电桩 像我们住在北部 都是住公寓的情况下很多人 很少人家里可以装充电桩的 那你我又想享受电动车的话 那我觉得e-power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对对没错 所以观众朋友刚才罗哥讲的好好喔 就是你自带了一个那个发电机 对对不对 就是等于你把行动 行动充电源就直接放在车子里面 而且又可以想到非常这个 竞益性的整个的移动过程 动力又非常的丰沛 好那我们既然讲到这种CUV嘛 除了Nissan Kicks 它也有一个轻油店 还有这种e-power选择之外 我们也帮大家找找 在市场上面还有没有哪些 其他CUV的选项呢 爱达 其实市场上面 CUV的选择还相当的多 但是像Nissan Kicks e-power这种车型来说 却是独一无二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的售价是104.9万 它的排气量是1.2 所以它在税金上面 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因为它每年只要缴 8600多块钱的税金 是牌照税加燃料费喔 那其他在这种CUV里面来讲 一般的车型 大概都要11000多块钱 甚至譬如说你可以看到 像Mazda CX-30 它是属于2000cc的车型 所以它的牌照燃料费 所以一年要缴到17000多块钱 等于接近的是 E-power的一倍还要多 所以这就是 在市场上面的一个 这个差距点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 Kicks E-power这种车型来说 它的排气量这么的小 它在电动马达的部分 可以提供了28.5公斤米的扭力 来推动这样子CUV的小车 所以它 我们不会用 它开起来轻快来表示 因为它比轻快还要来得更强烈 这个甚至有一点带有这种动感 以及运动性能的这个感受 这是那个 Lisan Kicks E-power的 在这个 所以我说这个市场上面CUV虽很多 但是像它这样的车型却非常的少 尤其是CUV大家希望的是 我有很好的动力表现 很棒油耗表现 然后呢 这个很灵活轻巧的一个操控体验 有 因为你看到没有 光是回转半径的部分 它在5.1米左右 是这个同级距的这样类型的一个车型来说 最小的一个这个回转半径 也就是说它在市区行驶里面相对会变得更加的灵活 但是事实上它还是得加油 那它用电力输出 那它换算出来加进去的油 发出来的电 推动电动马达来行驶 每公升的汽油也可以跑22公里 这比起市面上同级距这样的CUV来说 都还要来得更加省油 那你说AI Kicks要卖到破百万 其实所以看一看Volkswagen T-Roc 它的入门起价要119.8万元 Mazda CX30的入门起价93.8到111.8万元 但是它的税金271油耗表现呢 可以说是稍微比较差一点点 而且税金又要搅得多 动力其实也并没有 这个Nissan的E-Power来得好 那Honda HR-V就属于中规中矩这个 纯粹的这个CUV的一个这个等级 它的起价是83.9万到89.9万 那回转半径稍微大一点点 油耗表现还算不错 但是动力呢就没有这个 所谓的VW T-Roc 它们这种1.4T 或是Mazda CS30的 2000cc自然机器的这种引擎 或者是Nissan E-Power 用电动马来的推动 这样子一个扭力这么样的多 那当然在这一类车型上面 很多被定位为入门的车型 所以它在主动安全配备上面 还是有一些些的这个差距 那以Nissan的E-Power Kicks来说 它也有这个独家的这个超市区的 这个前前车房追撞的一些系统 所以实际使用上面起来 很多的消费者觉得说 哇 我既不用担心去哪里充电 也不需要担心 我去旅游的地方呢 找不到充电桩或是充电桩 规格不是属于我的这个需求 那然后呢 我又拥有非常好的动力表现 在行驶的时候呢 其实是 算是非常畅快的血液的 而且我只需要加油就好 加油呢对于目前市面上来说 开车的这个驾驶人来说 是完全没有任何焦虑的一件事情 是到处都有加油站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在 所以CUV这个车型 采用的这个E-Power 这样的一个动力来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个选择 而且确实在这种 所谓油电混合的一个使用状况之下呢 既没有担心也没有焦虑 而且又可以享受电动车这种 环保宁静的一个感受 所以在市场上面 它算是独一无二的商品 没错 因为如果我们用这个进口的身份来看 因为它本来就是进口嘛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可能HRV 就是不是它的直接竞争对手了 可能就是刚才看到的这些 进口车的这个CUV的部分 它的确有它的强项的部分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也想要体验 这种电动车的话 除了刚才参考到 像Nissan的Kicks E-Power 或者是Nissan的Actra E-Power之外 我们也来看看 今年有很多的电动车的新同学 要加入战局了 有哪一些呢 鲁哥 对 如果以大概SUV和CUV 这个集聚的话 今年的确有很多新的电动车 已经是我们板上钉钉 确定会进来的 我们大家看到这画面 有大概Skoda的ANYAK 还有MG4 还有Nissan的Area 还有KEA EV5 还有福斯的ID4跟ID5 好 那这里面 你可以一眼看得出来 比较特殊的是哪一台 MG4 对不对 因为它其实比较小 它的车子 它车长只有不到4米3 然后但是它的这个轴距 也有到2705mm 就是个纯电 这么小的车子 对 因为它是纯电 所以它可以把这个轴距也拉很长 那这部车的话 它在海外 因为它是外销专用的车子 海外它也有这个170匹 到203匹两种输出 不过它因为主要是 以欧洲市场为主 所以它在比较入门的版本 它的续航里程 只有350公里左右 好 那我不知道真正到时候 这个MG它会推出哪一个版本 我希望是推里程比较长一点的 就是Long Range的版本 对 Long Range一点的 大家会比较喜欢 还有这部车很多人都说 它是CUV 但是其实它是比较接近Hatchback 因为它的车高只有1米5而已 像跟Focus差不多吧 对 它基本上就是跟Focus 对 不是Active Active还略高一点 所以基本上它还是属于 比较传统的Hatchback 那其他的几部车大概都是这个 标准的SUV了 像Skoda Anyak 我们之前有试驾过 不过它进来的 会是比较新的版本 电池可能会70度到80度 会比较大了 那严格想它相对应的 其实就是福斯的ID5 ID4跟ID5 其实是一样 只是ID5是鞋背 Anyak也是走鞋背 所以在Skoda只有一台 但是福斯就有两台 因为它的毕竟品牌比较大 那这两部车 不对 这三部车都是福斯集团的 它们会采用的充电系统 会变成CCS2 对 所以你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家里 没有办法装充电桩的话 你要在外面蹭电也不方便 我都去跟特斯拉讲 因为在外面都是Z1772 你知道吧 所以除非你家里有办法装充电桩 你闭挂你就可以Type 2的充电 那没关系 没有问题 你就是完全欧规的CCS2 那外面Z1772的话 你说它是 那你同是CCS2吗 对 它是CCS2 那刚刚AMG4是CCS1 或是Nissan的Area 或是KIA的EV5 它都还是走CCS1 所以目前在台湾的充电规格 是还没有统一 但是其实严格讲 你说要能够转换也可以 也是可以用充电的转换器 但你用充电转换的东西 就怕被拔装 而且怕有点小风险 对 可能有点小风险 你说CCS2的慢充 可不可以转成Z1772 可以 但是就觉得怪怪的 那大部分的会到外面 也都是直流 你也不可能在外面 跑个超充站 充慢充 没有这东西 那你去停车场寸电 也撑不了多少 那其他这几部车 大概都是4米6以上的 那EV5 KIA的EV5 就是EV9的少一排座位 我想 那你看它的整个造型 也非常的像 所以这几台无论如何 它们都相当有个性 尤其Nissan的Area 它也是4米6的车子 它长相也是相当的帅气 而且它的里面科技程度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 这台Excel E-Power 它里面的豪华程度 科技感非常非常棒 所以我觉得 今年非常期待 这几台很棒的 纯电车款 Nissan的Area 的确很多的汽车媒体 都已经看过它的实车了 对于它的质感 还有整个全新的设计 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们也接下来的到来 不过我们近期有听到 Nissan即将要联手HONDA 要共同的来开发 这个电动车的领域是吗 没错 其实你看我们今年 你看去年中国市场 中国电动市场 这么的风风火火 而且BR已经全世界第一了 所以其实你看像日本 他们要在攻占欧洲 或攻占北美 或攻占中国这个市场 所以他们势必要联手 尤其在日本 我们知道日本电动 日本车厂 传统车厂里面 他们在电动车这方面 他们要后期之追 所以你看 Nissan它就结合了 它就跟HONDA结盟了 强强联手 强强联手 对不对 那我们也知道之前HONDA 已经跟SONY合作了 那HONDA有它的 做车的这一块强项 SONY有它这种软体的强项 所以他们你看都互相做结盟 那HONDA跟Nissan 他们在结盟这一块 他们会希望从 不管是在动力传动系统 或是在公用平台 或是在整个的 一个车的一个设计 然后甚至 它可以集体来采购电池 因为量大 所以可以把电池成本压低 或是在 甚至在车体上的开发 等等都可以来合作 那再来呢 而且尤其不仅 只限于电动车 而且他们可能在混合动力 混合电动车的时候 他们也可能会有合作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 刚才官员讲到 这是抢抢联手 所以他们有了这样 这两个这么强势的联手 他们在面对中国市场 或是面对北美市场 他们也都会 比较有一个筹码 那在北美市场里面 Nissan也有动作 Nissan跟 他最近也跟Fisk 因为我们知道 Fisk最近有财务危机 对不对 那Fisk其实他也很早 投入电动车这一块 那他几个电动车 也都很亮的 所以Nissan就 因为Fisk缺资金 好 我资金投入进来 然后我也有 你的电动车的一些 一些平台跟一些know how 所以我觉得 他们也算是 共创双赢的一个局面 那Fisk 我觉得Fisk这个电动车 非常的精彩 那Nissan在 Nissan很希望Fisk在北美 北美市场 我们知道 他卖的最多就是皮卡 那Fisk刚好这样的 这个电动皮卡 是